當面跟院長還有護衛首長來表達 提出各種建議相反 講完臨時改行程 親自列席行政院會 針對兒女事件 向中央提出四大建議 列三方共訪制度 由中央來統籌要求 甚至將訊息共享 概念就是希望能夠聯防的機制 能夠讓第一線社工人員 能夠增加第二雙眼 第三雙眼這樣的多層機制 不過北市府也被質疑 頻頻甩鍋中央 不只同黨北市議員 中佩軍看不下去 趙壽康言喊話雙北都有責任 而可能再戰首都市長的黃珊珊 也把矛頭對準講萬安 對比雙北首長口口聲聲找問題 民進黨立委則是喊話 應該立即不破網 一個月要求衛福部 延寧出解決出氧制度漏洞的管制機制 至於北市社會局通報中央重大而虐案 衛福部稱要件不符合 衛福部長薛瑞源表示 孩子已經死了 引發討論 中央地方依法形式 也曝露現行機制不夠完善 對此行政院成建人 則於院會中表達歉意 強調中央地方共同檢討 精進社會安全網 別讓漢史再發生